開車幫幫忙 大家好 我是Andy老爹 我們今天要來聊一下 很多人在問 老爹 我開車的時候 只要等紅燈 我到底要打N檔 還是維持在D檔 就是所謂的前進檔 這個呢 我的建議是講 如果你今天你的車輛 配的變速箱是所謂的自手排 就是所謂的像什麼 單離合系 雙離合系 但是本體是 手排變速箱的這個變速系統 比如說像DSG B&W的SMG MDCT 然後賓士的什麼7G TRONIC 什麼等等 Audi的S TRONIC 這種都是所謂的 雙離合器的自手排 這種我會建議 停紅燈的時候 打空檔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開的是所謂的 雖然有什麼手動換檔模式 比如說這個手自排系統 它的本體變速箱是自排的 那其實打N檔跟打D檔 我覺得就沒有太大的一個差異 這個主要是差別在這個 一般自排的變速箱 就是所謂的手自排 它有扭力轉換器 它中間有一個這個潤滑 所以基本上 這是沒有太大差異的一個地方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開的是 所謂的這個自手排 對我來說呢 就是說你要想喔 自手排呢 為什麼不建議這樣開 就是因為 我們怕它的離合器 半離合的時間比較多 半離合的狀態就會造成 離合器片的磨損 在摩擦的情況下呢 它就會溫度升高 第二個它的壽命就會變短 好你可以想像一下 當我們停紅燈的時候 或者塞車的時候 你如果是維持在D檔 這時候我們踩煞車 但是其實呢 你煞車還沒全放的時候 其實它離合器就咬合了 為什麼 因為它電腦判斷說 你現在煞車要放掉 要去踩油門 所以呢 其實你煞車還沒全放 它離合器就上去了 在上去的情況下 那這個時候是半離合的 所以如果說 你把自手排當自排來開 我放煞車只是為了 要讓車子往前滑 好特別是在塞車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特別會造成半離合的狀態過多 意思也就是 它這個整個溫度 升高的機會也變多了 時間也變長了 相對的它的壽命 跟壞掉的機率也提升了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議 如果你開的是自手排 等紅燈的時候 或塞車的時候 車子不動 你就打空檔 然後車子要動的時候呢 打到低檔之後 油門一下就下去 不要輕輕喊 稍微踩多一點 讓它全咬合的時間變多 這樣子會對你的自手排變速箱 保護會比較多 好 所以呢 先確定一下 你的車到底搭配的是自手排 還是手自排 只要是手排的變速系統 一定要做以上的動作 我覺得對你的變速箱 會有比較多的保護 好 開著幫幫忙呢 那最近做的這幾集 其實觀眾的反應還不錯 所以呢 如果你在這個買車 用車 或者是開車 有些什麼想要知道的 想要宣導的 你都可以告訴我 我們都會把它做成影片 分享給大家喔 開車幫幫忙 我是Andy老爹 我們下次見 拜拜